晚上9点钟让我们一起来看世界 大家好 我是彭志宇 今天的看头条 第一个要带你来看到 一句话来形容这个新闻 我会说德勒方丈还想逃吗 因为瓦格纳的领袖普里格金 最终还是逃不过普钦的五指山 怎么说呢 原来是在今天早上 大家发现一个讯息非常的惊讶 就是瓦格纳的首领普里格金 竟然是发生空难 或许大家会用发生空难 这个四字来形容它 但其实更多更精确的说法 应该是被空难吗 我还是打一个问号 因为其实现在 在今天早上的时候 在俄罗斯的北方一个叫特维尔地区 当时有一个飞机坠落 机上总有10个人 7个人是乘客 3名是机组人员 但是现在很多人发现说 其实乘客名单上面 就是有他瓦格纳的首领普里格金 而且现在确定罹难 但是大家开始说 为什么是被坠机呢 因为如果我们从当时的画面来检视的话 坠落的时候其实是有机翼一半是不见的 因此有专家怀疑说 会不会是被炸弹或是其他的爆裂物 所引发的这个坠机意外呢 所以现在专家都还在调查当中 不过现在 为什么专家特别要检视它的相关影像 因为如果我们时间到回坠机前的前30秒的话 它依然还是正常的飞行 所以到底整件事情是如何发生的 我们先来看到这次报道 瓦格纳佣兵团领袖普里格金 传出搭机到圣彼得豹却实时身亡 飞机追踪数据也拼售出更多坠机细节 俄国时间周三下午6点11分 飞机追踪网站追踪到普里格金的座机 疑似受到干扰停止传输位置数据 但接下来8分钟还持续传输其他数据 不过就在坠机前30秒 高度数据传输停止前 飞机突然以每分钟2500公尺的速度坠落 随后数据完全消失 另外有目击者听到异常声响 CNN飞胺专家把坠机目击影片放大一看 发现其中一边的记忆已经不见了 请瓦格纳的媒体指出 普里格金搭乘的飞机是遭飞弹击落 目击者也说看到一个机翼脱落 究竟是遭不明物体在半空中撞击 还是飞机结构受损 让飞机在空中就解体 俄罗斯当局说要调查各国情报单位也积极分析坠机的真正原因 TVBS新闻综合报道 看到好多人在讨论这个新闻 像是陈良说他偏好阴谋论 这是威廉谢告诉我们是机翼飞太远 然后有网友告诉我们说千万不要惹普丁不开心 看来大家讨论的日度非常高 等一下呢我们会有更完整的报道 带大家一起来掌握 不过现在我们要先来关心到 是中国大陆的国家领导人习近平 他现在仍在南非出席金砖峰会 不过在这次他的状况好像有点多 记得我们昨天的节目告诉大家说 他明明人都到了现场 但是却没有出席相关的会议 所以说让很多人都觉得非常奇怪 非常的不寻常 但现在不寻常的事又出现了 让人忍不住想要问他说 习近平难道是水逆吗 因为他除了到了现场之外 他仍快步走进这个会场 没有想他的幕僚 他的随行的翻译人员 竟然是被挡在门外 看到这个反应 习近平真是吓了好大一跳 当场脸是僵硬了一下 愣了一下还频频的回头看 这个状况让大家觉得也是非常不寻常 不过在这一次的会议当中 他其实也跟古巴的领导人双方碰了面 比较敏感的事情是在今年年中的时候 大概在6月左右的时候 其实当时美国媒体 就有一个消息传出来说 中国大陆跟古巴要建立一个新的军事基地 没有想到现在双方碰了面 而且中国大陆的领导人习近平就说了 会继续坚定的支持 古巴捍卫国家主权 不过最后到底有什么猫腻呢 其实大家也都在猜都在追 不过当时这个幕僚被挡在门外的画面 到底是怎么样 我们一起来看 就在习近平走入金砖峰会的会场 后方疑似担任翻译的幕僚 被南非的安保人员挡下来 并且往外推再关上大门 习近平似乎听到动静 回头一下继续走 但走没几步就停了下来 再回头 似乎疑惑为何他的幕僚不能随行 这方面是外面曝光的小插曲 当时安排习近平跟南非总统握手 而其他的金砖国家领导人 也都是独自进入会场 金砖国家要做发展振兴道路上的同行者 反对脱钩锻炼 经济胁迫 除了领导人会谈 23号一场金砖国家的工商论坛 习近平意外缺席了 因此他的演说由商务部长戴维宣读 引起各界揣测怎么了 不过当天论坛之后 他仍照常会见 古巴与塞内加尔总统 以后金砖峰会首度实体登场 除了普京因为战争罪 不能出国 该以视讯出席 其他成员国领袖都亲自参加 习近平为何突然消失一段时间 华府智库CSIS指出北京拒绝解续 就跟秦刚消失一样 又是北京当局另一个国家机密 TVBN新闻薛佳瑞陈永文综合报道 万万想不到印度的一小步 现在变成全人类的一大步 前几天我们也告诉大家 印度确定登月成功 而且还是全球第一个登上月球南极的国家 不过这个举动对印度到底有什么好处 其实这代表说印度已经正式 己身为太空强权 甚至他们也非常希望说 这一次登月成功的举动 可以让他们获得更多私募公司的相关基金 支持他们继续的进攻太空 而且我看到一个比较有趣的讯息 其实大家为什么对月球南极这么有兴趣 因为月球南极它有一个永久的阴暗面 而且专家发现说上面有一个水冰 水冰是什么大家可以想象 就是冰水的意思 冰块的意思 但如果真的挖掘到的话 或许也可以让人类在上面 建造一个月球的基地 甚至还可以采矿 这是为什么科学家特别注重 这一次的任务的历史意义 不过还有一个特别的情况 我们要告诉大家知道 这一次的登月活动非常省钱 也可以说是省钱的登月计划 因为有专家就说了 这一次印度的这一趟任务 花了多少钱 七千五百万美元 过去大家听起来觉得非常贵 但如果你跟NASA的任务 比较起来的话 其实竟然花不到千分之一 登陆器落在月球表面这一刻 人在南非出席金砖会议的 印度总理莫迪 也用视讯连线和印度人一起庆祝 成为全球第一个登陆月球南极的国家 从印度街头烟花齐放 到天文馆内学生们欢呼 连在克什米尔边境的士兵也在唱歌 登陆器维克兰号很快传回纪念信 第一张月球登陆罩 印度太空研究组织表示 在降落前的17分钟 登陆器从30公里高空 以每秒1.68公里速度下降 机体从横转速 并以电脑控制引擎 让下降速度 在接触月表时到达零 实现软着陆 这次登月不只象征印度 己身全球太空强权 背后还有更重要的意义 在前一天登月失败的俄罗斯太空总署 法文祝贺印度写下登月新纪录 俄国外长拉夫罗夫也在金砖峰会上 当面向印度外长苏杰森表达恭喜 TVBS新闻组合报道 很多网友也对这个登月消息 非常感兴趣哦 像是布宇就告诉我们说 印度他说是跟美国界的摄影棚 的确这是在很多的网络留言上的 其中一个版本一个说法之前的 人类登月的阿姆斯状那些的任务呢 其实可能是用拍出来 当然了这是网络上的一个谣言消息 威廉恩谢也告诉我们 印度的工程师非常聪明 但是Hands on的话 他个人觉得还是没有台湾人这么强 再来我们来看到 其实这一次同样也是发射火箭发射卫星 但是北韩似乎运气就没有这么好了 因为他们在今天凌晨的时候 第二次尝试要把间谍卫星发射到太空上去 但从表底上已经看到了是失败的 而且他们已经说了10月份要再试一次 不过这一次他们试射间谍卫星 也让周边国家非常紧张 像是南韩就说了 其实他们也侦测到相关的讯息 甚至飞越了黄海上空的国际空域 而且在冲绳在日本也想出了国家警报 要冲绳的居民待在室内20分钟 会比较保险一点点 再来另外一个这个现场 我们要来看到是阿根廷 阿根廷现在可以说是治安非常差 街头抢案 而且去抢超商抢商店这种状况 持续的在上演当中 为什么呢 就是当地的经济真的太差了 一个数字我想要告诉大家 因为他们这个加加减减不同地区 各个地方几乎都有相关的抢劫案发生 从记忆到现在呢 有100多人是被拘留的状态 现在相关单位就说了 这很有可能是组织犯案 因为警方告诉大家说 很多的这些嫌犯都有前科 而且他似乎都用WhatsApp 这个通讯软体在上面 教导大家还有煽动大家的情绪 不过为什么阿根廷 阿根廷现在大家说 平平的去抢超商 大家从画面上就可以看到 可以说是一片狼藉 因为他的通膨真的是太高了 大家活不下去 百分之116 这到底大家要怎么样活下去呢 其实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 阿根廷的通膨就已经突破了 30年来的新高记录 他们现在是全球通膨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而且他们的人口来说 有4成现在都是贫穷状态 日子不顾下去 最后只能挺而走陷 也爆发了这么多的抢案 而且现在经济这么差 治安这么差 绝对会影响到10月份 他们的总统大选 至于现场的画面如何 我们一起来看到这则消息 画面上你可以看到 这就是阿根廷的店家 为了保护自己 还必须要来开枪 下走这些抢匪 这就是现在在阿根廷 非常严重的治安事件 阿根廷经济低迷 治安跟着败坏 在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市郊 购物中心超市 超市杂货店都陆续传出 遭到民众洗劫一空 货架都被扫空 现场被破坏的乱七八糟 一连串的抢案 已经导致有56人被捕 可以看到民众抢的 主要还是民生物资 就是因为生活实在太苦了 现在阿根廷的通膨 已经标破了三位数 来到116% 而阿根廷10月份 就要举行大选 甚至还有候选人提出 非常激进的经济政策 包含要将经济美元化 并且废除央行 但这样的政见 居然还很受选民欢迎 目前阿根廷现任总统费南德兹 呼吁民众要保持冷静 不要再制造冲突混乱 维持社会的平静 阿根廷的大选 预计是在10月22号举行 目前看起来很有可能是政权轮替 年六的MVP大日门大股详品 现在汗室传出怎么了 原来这是在对赛的赛场上 在天使队的双重赛 首赞登板投球 但他只投了1.1局 就下场休息了 第二场他直立打击的身份 打满全场 没有想到大家发现说 状况好像怪怪的 原来他的身体出状况了 原来是他的手的韧带断裂 而且在本季也将不再的投球 等于说在这个季节 他要提前关机 但是呢到底会不会进行手术 目前还没有确定的消息 不过大家从画面上可以看到 在当时他登场的时候 不断的骰手臂 一开始大家可能以为只是手痠 因为最近他可能吸引人太多太累了 但没有想到是身体出状况 三乘四打击率 43支拳雷打 89分打点 大鼓翔平有机会挑战 美国联盟三冠王妈 大鼓用球棒给答案 这支拳雷打飞了134.7公尺 一出手就知道特大号两分炮 这场比赛大鼓照惯例二刀流登场 而且有个好开局 但状况却突然发生 二局上半 大鼓突然表情凝重 不断挥舞手臂 他的右手显然出了问题 最后的打击是94公里 最后的打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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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媒体从数据分析 发现大鼓这场比赛 值手最快只有152公里 均速更不到150公里 比起球技均速156公里 可是整整慢上6公里 果不其然大鼓指头1点1局退场 天使说大鼓只是手痠 但详细伤势还得进一步检查才知道 TVB的新闻做不到 我们大家要继续来关心 普里格金的坠机意外 现在阴谋论在网上不断的发酵蔓延 我们先来看到目前的搜救状况 其实现在这个机上 10个人是全数罹难的 如果从搜救进度来看 已经找到了8具的遗体 但是官方还没有证实说 到底有没有找到普里格金 不过当然这个瓦格纳的首领 现在身亡 而且在这个坠机意外当中 当然各界会给他非常多的疑问 想要问 但其实针对这件事情 外界都怀疑说 其实国际的矛头 会指向是普清 是不是他下手的 但是怎么联盟 美国总统Joe Biden 也告诉大家 其实不太意外 因为其实在当时叛变 在6月份的时候 美国总统也在公开的场合说 可能接下来这个普利格金 会有一些意外的情况发生 但现在网上有非常多的谣言 有哪些谣言 我们一一的帮大家来盘点 一直来看 第一个比较夸张的是 他本人其实就是策划 这个坠机的事件 假装罹难 这个假装用炸死的方式来逃生 再来第二个谣言是什么 美国既然有角色 美国暗中参与 而且对普利格金的死 是有责任的 第三个是什么呢 其实在失事的飞机 起飞不久之后 有飞机是同时离开了莫斯科 怀疑说 会不会是狸猫换太子 一个掉包的技法呢 再来他们也认为说 普利格金 会不会就是在这个 离开莫斯科的第二架飞机上 所以现在网上的阴谋论 这么多更详细的状况 我们要透过报导 来告诉大家 这个礼拜一 瓦格纳的创办人 普利格金远走非洲 冰面之后首度拍摄宣传片 还能手持步枪 看起来毫无异状 这是他最后一次公开现身 没有想到不到三天之后 就传出他可能坠机身亡 普利格金的座机突然坠毁 目前无法排除爆炸或是遭到飞弹击落的可能 甚至有英国媒体报道 飞机起飞前几分钟突然有一箱可疑的葡萄酒运上机舱 炸弹可能藏于其中 阴谋论 阴谋论甚嚣成上 还有人说普利格金是被手下背叛出卖暗杀 英国的前情报官史蒂尔透露 几个礼拜前就收到勤资 俄国商界重金悬赏对普利格金下达追杀令 有可能是俄国高层策划谋杀 背后应该还是有普京总统的默许 不过网路上也流传一个阴谋论 说旅客名单是障眼法 普利格金当时可能在另外一架飞机上 有可能是故意制造死亡假象 不过这些传闻都还没办法证实 究竟是暗杀索命 还是依出精心策划的炸死戏码 普利格金下场如电影情节 让外界很难相信纯属意外 TV先送报道 但我们要持续来看到 似乎德勒的方阵 真的方阵很想要逃 真的是非常难 而且被普京盯上似乎都没有好下场 因为其实在6月份的时候 普利格金他当时 带头发起短暂的兵变 虽然他当时说我瞄准的 其实不是普京 他还是对普京效忠 他对付的其实是当时的军政相关的领导人 还有相关国安的领导人 但是这样的说法并没有帮他开脱 当时就有很多的专家说 你一定要特别小心自己的安全 没有想到现在大家当时 为什么他可以平安脱身的问号 现在变成一个惊叹号 如果我们从这次的罪机事件来看的话 似乎已经获得了解答 因为过去历史历历在目 怎么说呢 如果大家对这个名字有非常有印象的话 是俄罗斯的反对派的领袖叫做纳瓦尼 他在2020年的时候在西伯利亚 被人以神经的毒气下毒 当时其实是命悬一泄 但最后是救了回答 到了2021年返回俄国的时候 就被捕了 现在人还待在监狱里头 到底状况是怎么样 其实对外籍来说还是米亚物完全不知道 还有双面间谍斯克里帕 他是怎么呢 他是跟英国来分享情道 没有想到等到大家在街头上看到他的时候 是他跟他的女儿在卖场被下毒 而且当场死亡 还有俄国的艺人士叫做卡拉姆扎 他是在报说在2015年 还有在2017年的时候 他自己是曾经被下毒 而且他去验他一些相关的数字 才发现他身上有很多的重金属的含量 都是超标的 还有女记者 他竟然是报道了侵犯人权的新闻 竟然就遭到了暗杀 不过大家会很好奇说 目前消息这么多 但是俄罗斯的总统普京 人在哪里呢 根据等一下我们要看到的新闻 他已经给大家答案了 他竟然是在悠哉的听音乐会 俄罗斯官媒蒲田盖蒂报道 瓦格纳领袖普里格金 追击死讯 此时的俄罗斯总统普京 仍却在位住乌克兰的俄国大兵颁奖 普京还带领一众军方高官 为殉国大兵默哀 追击消息传来 有莫斯科民众认为 普里格金本就该为兵贬事件 受到惩罚 圣彼得报却有不少人 自发前往瓦格纳分部 闲花莫哀 而曾经饱受瓦格纳摧残的 乌克兰民众 却认为这是天大的好消息 华府智库战争研究所也表示 现在几乎能肯定是普清下令 攻击普里格金专机 美国总统拜登也说 他并不意外 艾莎尼亚与波兰都认为 威胁到普清的人死因都不单纯 白俄反对派领袖则认为 普里格金一死 瓦格纳拥兵团可能会做鸟受散 另外发生坠机同一天 与普里格金交好的末日将军 也传出遭到免职 普清动手清算 瓦格纳势力似乎已经一步步展开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或许看到这里 你可能也会有个疑问 就是少了领袖的瓦格纳 又该何去何从 该怎么办呢 似乎领导人疑似被空难 所以让他们觉得 可能情绪上是非常的波动 所以现在瓦格纳的佣兵 我们知道现在他们基地 是在白俄罗斯 疑似要出动报复 而且立刻的组织车队 往俄罗斯的方向驶去 疑似要展开了报复 但是我们知道他现在人在俄罗斯 俄罗斯的总统 照理来说有义务要来控制他们的行动 是白俄罗斯就派出了部队 来阻挡他们出境 就连他们基地的网路 也疑似被白俄罗斯的相关单位给封锁了 对外似乎是无法通讯的状态 不过你也会很好奇说 当瓦格纳到了白俄罗斯去 他的经营方式 还有相关的维生的方式又怎么了呢 因为其实在他们转移阵地之后 他们非常希望可以到非洲来发展 过去他们在非洲都有基地 而且从当地获得大量的资源 还有金钱 但现在他们希望转移阵地之后 再重新建立非洲的版图 而且获得更多的金钱 因为在这一次的相关的事件当中 他们的人员也流失不少 部队人数从5000多人 减少了约四分之一 不过如果我们说到瓦格纳 大家对他们最深刻的印象 还从厄乌战争来认识他们 过去的历史如何呢 一起來看这次报道 乌军在巴赫姆特部署了曾经参加过 重要战役的多支精锐部队 就是要保住这座代表乌克兰精神的城市 但是面对沙虹眼的瓦格纳集团 束手前线的部队确实承受很大的攻防压力 根据美国及欧洲专门研究 提供私人军事服务的调查资料指出 瓦格纳集团的前身可以追溯到2013年 在叙利亚执行战斗任务的佣兵组织 斯拉夫军团谈起 这支佣兵部队被击溃后 俄国特战中校尤特金重新组织 并且在隔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中与俄军联手 据称就在当时 普里格金已经正式成为瓦格纳的十指顶岛人 出生于1961年的普里格金 年轻时曾经因为抢劫和诈骗入狱9年 西满获释后则在圣彼得堡开设高级餐厅 并且在1990年代中期认识了普钦 建立起非常好的关系 同时为学校和部队提供餐饮服务 甚至被外界称为是普钦御厨 从参与业者跨界成为佣兵集团首脑 跨度之大令人好奇 不过普里格金则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发文 声称一个叫做瓦格纳战术小组的爱国者集团 在2014年5月1日诞生 承认他就是瓦格纳的联合创建者之一 那为什么瓦格纳佣兵的战地如此飘悍 调查报告中也发现 除了原始创办人之一的尤特金 因为长期在特种部队服役 为瓦格纳集团打造了严格又残忍的纪律规定之外 再来就是出手很大方 接受招募的成员如果是退伍军人 或是非北约级乌克兰国籍人士的话 每个月可以拿到4000美元的薪资 大约是台币12万元左右 如果是服刑中的受刑人 也有2400美元 约合73000台币 除了信奉之外 成员还有参战的勤务绩效 从最低的2400美元到11200美元不等 而且全数是以现金发放 但是对受刑人来说 最大的诱因并不是高薪 而是自由 根据瓦格纳集团的规定 如果受刑人在参战期间 能够存活6个月的话 就会获得赦免 华格纳就是用这种一手拿食物 一手抓棍子的方式 管理集团成员 在威逼利诱下 替出钱的雇主卖命效力 但是在被称为 角右战场的巴赫米特围城战中 瓦格纳集团为了夺下这座城市 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好我们来看到 包括赵信资告诉我们说 会不会是不是普丁下令的呢 因为如果是他下令的话 一定要确实的执行任务 确保万无一失 那现在普里格金是生是死 都还不确定 这样子普清会安心吗 这是他的看法 还有穷强的哀号说 完全没有利用价值了 所以说叹变造反当时呢 其实就已经没有利用价值 飘飘然也告诉我们 这个状况的背景 就是除子变军阀 的确可能对于普清来说 是一个相当大的威胁 在他心里 会不会是想要除之而后快呢 恐怕还要更多的讯息 来佐证这样子的看法 不过我们说在俄乌战争当中 美国扮演重要角色 而美国的前国防部长艾斯培 现在呢也来到台湾 接受TVBS的独家专访 而且他也自曝说 跟国防部长聊了天 到底谈了什么 我们一起来看这次报道 去年夏天我也曾在总统府接待过 艾斯培前部长所带领的 大西洋理事会访问团 上次帅访团来 是去年裴洛西访台前 过去这一年 两岸军事情势更深温 前美国国防部长艾斯培 23日傍晚接受TVBS独家专访 透露此行 由与我国防部长邱国正会晤 对此国防部没否认 但不说明细节 只表示对于协助我国建军备战 卓有攻击的外籍人士 以陆海空军勋掌条例 颁受勋章表彰其贡献 艾斯培也透露访台前夕 一层赴印太司令部 只是谈到建军备战 被问到传统战力 对上不对称战力的最适当比例为何 艾斯培这么回应 艾斯培再度建议台湾的国防预算 应达到至少GDP的3% 与此同时他也向拜登政权喊话 另外艾斯培通批共军日前 针对赖过境美国展开军业小题大做 毕竟我国政府元首过境行之有年 艾斯培也高度赞赏美日韩峰会 指出第一岛链国家正强化关系 应对北京与台湾的互动也至关重要 担心台海一触即发 随时前朝官员身份 艾斯培持续很关心台湾议题 在南海又出现惊险的场面 中国大陆还有菲律宾的渔船 似乎有些冲突 菲律宾船只二十二号再度航行南海 前往跟北京有争议的仁爱岛礁 向守在那边的军队运送物资 中国大陆海警船又出现 从美联社的画面看起来阵仗约四艘 但是北京公布的画面 特别标示出中飞船只 却只有两艘五星旗 跟菲律宾的补给船 与护卫航行的海警船 对置约五小时 面对中方的拦截 菲律宾的海岸警卫队 邀请部分外媒登船 可说是新战略 激怒北京在南海咄咄逼人的行为 反击北京声称对南海有主权 这次中方没向八月初发射水炮 而是采取临时性特殊安排 声称是有效规制飞国船只 原本并排的菲律宾海警船 运捕船最后被分开 只有运捕船在中方的海警船 陪伴下继续前行 似乎中飞双方各退一步 没让对抗变冲突 菲律宾完成新一波轮换补给任务 但是停在仁爱岛礁的马德雷3号 可能很快崩解 因此专家呼吁马尼拉当局 要找到长期的解决方案 TVB星屈家瑞 陈永文综合报道 就在今天中午呢 历史性的一刻出现了 就是日本把核废水排入海中 而当然这个持续这个举动呢 也让很多周边的国家是大非常的不满 尤其是中国大陆官媒大篇幅的直播 而且还告诉大家最新的禁令 就是全面禁止 只要是原产地 来自日本的任何水产品进口 也让这个中国大陆本地的水产养殖股 股价是纷纷暴涨 依稀看到这个核电站内 用来储存核污染水的储罐 中国大陆官媒特别到海边连线 与日本福岛核电厂直线距离只有6.5公里 因为24号台湾时间12点起 排放处理过后的核废水进入大海 第一天排约200吨 持续排放17天 陆媒还出动空拍机 多角度揭露核电厂 将会在2050年左右全部排完 中国大陆是日本农鱼产品最大进口国 去年光是扇贝等水产 进口额达870亿日元 超过190亿台币 今年前五个月仍是不断增加进口 但是7月大跌三成 8月24号起更是全面暂停进口原产地 来自日本的水产品 也就是对日本的水产品限制 从部分产地扩及全日本 就在大陆宣布全面暂停日本水产品 进口之后 大陆的水产养殖股市集体冲高 大湖将指导涨停 互联水产也涨了20% 百洋股份涨了9% 其实前年北京清大就模拟福岛河飞水排海的流动模型 预计240天抵达中国大陆东南沿海 1200天覆盖北太平洋 覆水难收 我们不希望2023年8月24日成为海洋环境的灾难日 虽然有国际云南总署背书 符合安全标准 日本开始排放核废水 北京当局拉高抵制分贝 也让日中关系更加紧张 TVB的新闻程序林敏珍 许家瑞 陈苑文综合报道 刚刚提到在这一次的排放核废水事件当中 其实各个国家都有表示严正反对的态度 不过独独南韩他们这一次选择跟日本站在一起 但是他们民间的意见似乎并不是如此 像在南韩就有大学生为了表达抗议的立场 在今天是试图转进了日本大使馆 总共有16名学生是当场被逮捕 边叫边挣扎被六位远警强行抬走 南韩大学生闯进首尾的日本大使馆和警方爆发冲突 至少16人被逮捕 重入使馆是抗议日本周四开始排放核废水 南韩六位调查不同意核废水排放比例高达8成4 全国各地出现示威集会 其实在日本福岛也有抗议活动 但废水已经开始排 反对也来不及 还有福岛认为其他国家没资格说话 日本排放寒川废水引起周边国家恐慌 不过澳洲海洋专家认为不用过度担心 如果还是不放心 香港专家建议三种海鲜少吃 包括食物链上层的大型鱼像黑鱼 还有其地贴近水底的笔木鱼 以及会过滤有机物的贝类海鲜 日本也承诺会天天检测笔木鱼的穿浓度 虽然日本再三保证 但要说服周边国家恐怕还要费一番功夫 第一篇新闻中午到 好我们现在来看到的是川废水 未来将会在哪里出没呢 其实你可以看到未来川可能会出现在 当然现在最大量的如果排到海中 就是海里的含量是最高的 但是其实川到处都可以看到 像地下水啦自来水还有人体里面也都是有的 以及饮用水都有可能出现川的踪迹 但是含量是比较少的 而且它的半衰期大概在12.3年左右 进入到生物体内 如果你想要把它排出去的话 其实概念跟排水是同样的差不多的道理 就是如果进入到生物体内 可能需要7到14天透过尿液 还有排汗的方式把川核种来排出体外 但其实现在很多专家就说了 会不会担心说有这样子的辐射疑呢 但专家告诉我们说 其实你不要这样想可以喝可以游泳 他认为川废水是没有安全问题的 但是对日本来说把这个川废水排入海中 是他们唯一的解方吗 到底是如此 我们一起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古经理我想要向您请教 其实我们讲说这个日本政府排放核废水 他们声称这是唯一的选项 您怎么看这件事情 其实在技术层面来说排放核废水在太平洋里面 绝对不是技术层面上面的唯一选项 因为其实在过去几年 不管是美国的核电公司 还是日本自己的大学也有研发出一些新的技术 可以把核废水里面的村都过滤掉的一种技术 但很遗憾 因为日本政府我猜最重要的对他们的考量是成本的问题 所以他们在现在一段就决定用一个成本最低的方法 把核废水排在太平洋里面 而不是用技术盖更多的储存的 就储存的现实去把核废水传起来 再用新的技术去过滤 所以在技术层面上面 日本政府说法是绝对不成立的 在现在来说 日本已经开始展开排放核废水的时候 你要它现在马上收回这件事情 坦白说在现实上面蛮不可能蛮困难 但反过来我觉得还有一点点希望的是 其他国家其他政府或者是其他研究机构 到底可不可以加输或者是投放基金去 刚才我有提过美国新研发的技术 或者是一本当地大学研发的技术上面 说服日本政府 用一个更正正有效过滤辐射的技术 去让排放到太平洋里面的废水 不再含有其他的辐射 也把川的含量降到最低 甚至于是您 这个技术的投放 基金的投资 确实是其他政府可以一起去努力的 我现在也很想要问大家一个问题 如果现在此时此刻去海鲜餐厅 你敢吃海鲜吗 其实现在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大灾问 因为有将近8成的人都很担心 会把这个核海鲜给吃下肚 以台湾来说好了 中华民国相关的民调来看 第一个你会不会影响到购买海鲜的频率呢 只有三成的人说 我这辈子都不再购买了 另外有接近五成的人说 好我慢慢的来减少频率 或许我不可能不吃海鲜 不可能不吃鱼 但或许我可以少吃一点 还有你会不会担心对海洋的影响呢 有接近八成的人是非常担心的 以香港来说他们现在有明文禁令呢 要禁止东京等10个都县的水产品进口 所以我很想问问大家 如果现在核废水排入海中 你还敢吃吗 欢迎大家在网络上留言板留言告诉我 不过其实我也蛮好奇说 大家会不会觉得中华民国政府 也就是台湾对日本排放核废水 这件事情太过宽松了呢 我们一起来听听专家的分析 如果真的核废水污染到我们的食物的话 我们有办法及时的来阻止他们 进到我们消费者的手上吗 其实这确实很让人遗憾的 就是在现在水产业的供应链上面 确实没有办法去阻止 辐射的水产进入市场里面 因为水产业的供应链时间确实太短了 所以这个风险在现在的情况来说 没办法只可以有台湾的民众 或者是以及全球的民众一起去承担 因为如果要真的有把握去赶载水产业 正在退在市场之前就检测 检测有结果 辐射到底有没有敲标的话 其实也许就需要在船上就派出检察员 去负责检测不同的水产 然后等到有结果 在港口的时候就马上把它堵下来 但这个事情 这个成本要做到的话 就其实整个供应链需要改变 然后当中的成本 也需要有不同国家的产业 或者是不同国家的政府去买单 所以很简单来说 就是日本决定排放废水的成本 也许就转移在要么就是民众上面 要么就在其他国家的政府 或者是漁业上面 好 再来我们来到TBS聊国界的时间 其实刚刚已经有很多网友告诉我们了 敢不敢吃海鲜 那赵世青就说了海鲜不能吃 现在一堆东西已经不能吃了 还有网友告诉我们说 其实在之前海鲜已经受到污染了 他认为是可以吃的 不过他也提醒我们 其实台湾的养殖业发展还不错 不过可能可以确定是以后你想要吃海鲜 可能都花一点这个钱了 因为呢物以稀为贵 但其实现在 如果以现在大家手上的钱来说 我不知道这个数字大家认不认同 因为有国际的单位去调查说 2023年全球财富年度报告 台湾到底在哪里呢 是第15名 他们调查出来成年人 我们说台湾的人均财富的净值有多少873.4万 这个数字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同 也欢迎大家留言告诉我 但如果我们来看一下原因的话 其实还是跟台湾还有中华民国 我们说经济成长的速度相对来说是比较好 是有关系的 第一个我们制造业还有科技业都是非常发达 而且再加上台湾人很爱存钱 有储蓄习惯 所以说在这一次即使有新冠的疫情 还有高通膨的状况之下 其实台湾的适应力反而是还蛮不错的 而且台湾的贫富差距 虽然说目前看起来好像越来越严重 但是如果你跟国际的水准来做比较的话 相对来说是比较不严重的 而且我们的财富的中位数排名第12 跟很多的国家商品相对来说是比较还好一点的 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同这样子的一个数据 还有这样的看法 不过其实我们来看到我们周边国家的例子 在日本他们真的是负债大国 而且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第一个学费太贵了 毕竟他们认为其实跟华人思维一样 都是要读书才有办法翻转自己的人生 还有薪水太低 连带让他们还不起学贷 根据相关的数据还有单位显示说 日本一个人平均借了多少的学贷 现在310万 所以出社会薪水这么低的状况之下 到底要怎么还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而且其实像是在日本 有37岁的上班族千万学贷 还了多久 还了8年 所以等于说完全影响到自己的人生大事 就算他今天想要找一个人交往 而且步入礼堂的话 还要很担心说 如果今天他告诉他的丈母娘 然后告诉他的未来另外一半的爸爸妈妈 到底我其实还是有悲债的情况 恐怕这个婚事也就跟着告吹了吧 还有现在大家也很担心说 会不会双债家庭 双新家庭大家都有听过 但双债家庭可能没听过吧 因为他们担心说 如果今天好不容易找到另外一半 但是如果他有学贷的话 再上加债 可能婚后不是双新而且还是双债 当然对人生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影响 那其实劳工扶植中央协议会 他们也去调查说 认为扶植贷对自身人生的规划影响最大的部分 像是以这个相关的百分比来说 这个储蓄占66% 每日三餐42% 这个结婚38% 那买房育儿生小孩 大概是在三成左右 所以现在日本年轻人都非常担心 自己可能会变成一个双债家庭 这个问题也必须要来解决 我不知道大家身上有没有学贷 如果有的话你怎么还 会对你的人生有什么影响 也欢迎大家留言告诉我们 不过我们刚刚提到说 台湾的成年人 净只有800多万的残产 你认同吗 其实我也到街头上 问了大家看法 我们一起来看 当时的访问情况 好像很难 有吗 不敢想像 他买了73万 好像有点难 不敢想像 就是感觉 一般上班族感觉 要赚到这个钱 自己慢慢赚好像有点难 可能要投资什么之类的 是担任业务 所以好像没有像 一般上班族那样 就是可能要 可能工作隔十几年 二十年 才能达到这样的数值 对 就是感觉还是有点希望 对 因为我现在23岁 对我来说有点高 对 你觉得大家要出社会多久 工作之后才有办法达成这个 十五到二十年吧 我不知道 二十七 二十六岁 所以你已经达到了 对 是有什么 特别的互职吗 没有 就 努力工作 对 就这样而已 没有特别投资 对 我觉得差不多 对 因为现在平均的 因为我觉得现在的人 其实斜杠蛮多的 但是我觉得现在要存钱 其实蛮难的 对 那如果以这个数字的话 平均年龄 我觉得大概都是中年以上 对 可能要大概几岁可以达到 比较的 因人而已 但是平均的话应该 我听到的都是大概四十五岁以上 甚至五十 一个月如果可以存 现在对现在年轻人来说 一个月要存两万 好像都不太容易了吧 那如果我们以两万来说的话 一年可以存二十四二十五万 那它存三十几年 三十几年 我们现在二十 我们现在快三十岁了 存三十几年 就已经五六十岁了 所以要五六十岁才有办法达到这一个 所以应该是很难有机会 更何况现在很多人 大部分都是月光了 可能 如果真的有厉害的话 可能三四十岁吧 可能有机会 平均的每户储蓄金额一年 是二十七点五万 储蓄 这个数字你觉得高还是低 我觉得算低吧 为什么 对 因为我的储蓄金额大概是 七十到八十 对 我方便请教你 是统治什么产业 我是国防 每个月三万一年下来就高三十 一年二十七点五感觉还行 怎么说 两个双新家族这样存好像还好 听起来是不是可以拉到的 对啊 没有小孩的话应该不会太难 听起来是比较有可能的 因为如果一户 好我们假设如果一户是两个人的话 两个人的话假设啦 如果没有生小孩的话 一个人存比如说一万二到一万五 两个人加起来大概有两万五到三万之间 那这样子一年大概存个三十到三十五万 这样算合理 但是他说如果说平均的禁止 如果有正八百多万的话 那个有点困难啊 他可能跟禁 他可能是禁止有五十万的人 跟禁止有五千万的人 这种放在一起 然后这就算平均数 我个人不会 对 那你周边的朋友 周边的 因为蛮多人都是创业 要不然就是现在的网路媒体 所以我觉得 以这个产业来讲 现在也还好 对对对 可是如果是以一般 行政内情 我觉得会比较困难 二十七万的话 如果你以一般家庭的开销 我觉得 比如说像 我们人可能会生病啊 然后生病没办法工作嘛 那没办法工作 可能靠那些储蓄 养活自己太久 对啊 所以我觉得来 二十七万来说是 相对蛮低的 那你这期储蓄的目标 一年拿到多少 储蓄的目标 可能要至少二十以上 二十万以上 存 你存多少 一年那样 怎么可能存一百啊 你不要投资啊 是刚存吧 投资应该不算吧 投资是什么不算存 你怎么看这件事情 一年一百吗 我 我觉得是一个目标 不错的目标 一年 对啊 可以啊 你觉得一年二十七点五万是高还低 哈哈哈哈 我是 嗯 应该是一般吧 一般 一个 对 保守 那这个数字对你来说 会蛮吃力的吧 一年一户 二十七点五万 要看 要看 像我会出去旅游什么的 我觉得比较 目前存钱比较少这样 对 就现在先开心就好 就没有 没有认真那么存那么多钱 好 大家对钱的话题都非常有感 像吴振勋就说了 要卖胜吗 那小智也告诉我们说 其实南部现在一个月 薪资不到三万块的一大堆 但其实哦 在南部可能开销 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小一点点的 然后呢 其实还有网友告诉我们说 就算用统计学的抽样分析 可能也会觉得分析 非常难算了 所以说大家可能对于存钱这件事 可能真的要多多刻自己的欲望 才有办法达到 尤其是在现在这个世代 不过现在这个世代 很多人希望可以变成FIRE族 什么是FIRE族呢 其实翻成中文 把这个缩写 把它并在一起的意思呢 就是财务独立提早退休 怎么说 大家一般设想当中的退休年龄 大概都是在65最左右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把这个目标 设定在这边 但其实有些人希望说 人生苦短要好好把握 早一点退休 不是对生活 对自己都更好吗 所以他们设定的目标 是在40到45岁 可以赚到足够退休养老的财富 我不知道大家 其实对这件事情 有什么看法 但是存退休金非常重要 怎么存 一起来看 固定每个月会拨个 三千到五千这样子 固定时就看看股票最新状况 今年28岁的陈先生 研究所毕业后出社会 虽然只有短短三年时间 但已经着手规划 人生的财务架构 那其实我现在每个月 都有在投资一些ETF 对小额投资啊 然后再加上我还有买一些 那个储蓄型的保单 对那其实这些都是积少成多 那以后慢慢的这些 如果变成你退休的经济来源 200万是另外的 200万是一些紧急状况 你可能会用到的 而为了能拉近目标距离 除了在企业任职 同步也斜杠接案子增加收入 而为了退休后的生活做好准备 其实这样的数字 已经算很少了 我会习惯在线上表单 去计算我的就是收入跟支出 这样子才可以从 我有限的那个薪水当中 去了解我每一笔支出跟收入 赚了多少花了多少 一笔一笔记清楚 养成每天记账的习惯 搭配投资理财规划 38岁的陈小姐设定自己退休的目标 是至少要存到千万元 至少上千万 你要期许未来绝对不会有这么大的 这么好的物价 绝对会有通货膨胀的状况 所以必须要把这个算在里面 就是现在的千万 一定不是比未来的千万好用 不仅要越多越好 而且还得要越早越好 根据数据显示 每晚10年开始准备退休金 每个月要存下来的准备金 就得要多出一倍 不过调查也发现 仅有百分之二十二点二的受访者 真正开始付诸行动 准备退休金 有百分之三十五点九 是完全没有任何规划 尤其对年轻族群来说 退休是遥不可及 或是现在要思考的课题 养儿防老这件事情 在未来的社会 其实是可能性是越来越低的 因为其实少子化表示说 其实可能一对夫妻 没有生小孩的 或者是只生一个的 那跟过去 当我们就是能够有这样子 人才世代交替的比例来讲 其实是不断下降 更不要说很多是不婚不生的 所以其实养儿防老这个观念 在未来可能逐渐视为的情况之下 所有在现在在职场上的工作者 都必须多帮自己打算一点 以主计总处最新统计来算 65岁以上的家庭 平均月支出6万元 若以65岁活到90岁来计 一个家庭退休金准备 就得要1800万 根据理财专家提出的建议 退休准备金一定要专款专用 别因其他计划挪用而打破重来 同时也要做好医疗的防护网 做好医疗费用转嫁的准备 以及不会因为任何突发重大事件 而中断的稳定长期投资 其实现在国人的余命 每一年是以0.3岁去做增加 所以如果到了民国150年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平均余命是来到93岁 那第一个风险就是我们的通膨风险 如果我们每一年以通货膨胀3%去做计算的话 我现在的100块经过30年之后 我只能买到41块的东西 那第三个风险就是我们的健康风险 随着年纪增加 其实我们进行医疗行为的情况也会越来越多 那第四个就是投资风险 2003年的这个SARS危机 2008年的次贷风暴 以及我们2020年的COVID-19 大概都知道 这时候景气如果不好的时候 刚好我需要用钱的话 那该怎么办 大环境持续滚动 物价通膨也只会往前走 在医疗进步又少死化的年代 年纪大了还是得要靠自己 退收金的准备最慢就是现在启动 接下来新闻中的荣誠文月台被采访报道 蓝点轻松的我们一起来听听Blackpink的新歌 还有新AV Blackpink四闺女化身游戏人物动感唱跳 魁为近一年八星单曲 节奏强烈的英文单曲回归 Jenny和Rosset参与创作 四人也亲自参与设计卡通形象和服装 谁演奏怎么演奏 演奏在YG上演奏 对吗 对 这个要快学习 好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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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戏中也能看见MV 四人合体拍摄影片互动超可爱 感情不受到合约纷扰影响 另外韩国宝可梦找来女团ESPA合作 平时以电子曲风为主 ESPA为宝可梦的星座 宝可梦地平线唱片头曲 唱出热血青春感 大家好我是ESPA 我们的ESPA 新闻电视剧《POKEMONSTER》的奏剧节奏曲 歌曲 现在我们表现的音乐感是很不同 听得很开心 好看来大家对盒包的问题是非常有感 像是有网友告诉我们说 其实问题是他没有钱买股票 所以没有办法存股的话 通膨当然对他来说就是个非常重大的问题 还有很多人是靠爸爸妈妈给投机款 就可以买房子了 吴振旭也告诉我们台北的物价非常贵 我没关系把这些抛在脑后 因为我们要跟大家说晚安啦 TVBS新闻直播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 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文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